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们朝代画廊 30周年的这个当下 我们很高兴 能够将我们多年来 所收藏的这个草菅迷生作品 能够陈列出来 跟各位朋友分享 草菅迷生 这个草菅迷生 跟我的生命里面 就有那么一段渊源 1998年 跟我合作的敦煌艺术中心的负责人 他要竞选台湾画廊协会理事长 那么很幸运的他选上了 他选上的时候 他就邀请我回台湾 担任秘书长的职务 我是一个艺术的推广者 当然 在较早的一个时日 我对草菅婆婆的名字 并不陌生 但是呢 我们比较近距离的这个接触 应该是在1998年 我们台湾的画廊协会 在前任理事长的这个奔走之下 以及我们当时秘书长的这个努力之下 促成了这个草菅迷生 作品到台北艺术博览会来展出 我跟草菅迷生的相遇 就从这里开始 草菅迷生日幼时呢 就被精神疾病以及强迫症 等于说困扰着 那画画呢 变成是年轻的草菅迷生 排解他心中郁闷的一种手段 组织能力很强 不断的画 可以看出他从小以来 为了要稳定他这个病情 而不断做画产生的绘画功力 从他年轻的时候呢 在开始画画的时候呢 他的作品就表现出 现在我们所熟知的这种波卡点 以及无限之网这样子的一个雏形 把这个油画放在他前面 从一个点就开始不断的延伸他的绘画 画满了就转过来继续再画 四面到最后总结起来是一张 可以四面观看的一张画 而他这种绘画呢 在我碰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次跟他吃饭 他还提到 他说我的创作就是把我最高的想象力发挥出来 他很骄傲 他有非常强烈的想象能力 他把他的想象能力付诸实现 画成绘画 所以他认为他是一个前卫艺术家 曹志明生在他年轻的时候呢 受到了美国知名的女性艺术家 O'Keeffe的影响 在他的鼓励之下呢 在1957年抵达到西雅图 那在隔一年以后呢 就到了纽约 在这一段初抵达美国的时光 事实上是曹志明生很困顿的一段时间 娇小的曹志明生 在当时为了要画巨大的 无限之王这样子的一个创作 他吃尽了骨头 他必须常常爬的梯子 在寒冷的冬天里面 不断的爬上爬下 去创作他的无限之王 尤其是他为了省钱 他又住在没有暖气的工作室 曹志明生在560年代 就在美国纽约活动 不断的突破 不断的做他的行为艺术 1960年 曹志明生 开始创作了《纯色执念》 这样子的一个系列 也开始进入了美国的画廊里面去做展出 而后呢 他又开始创作了 例如像《鸡雷》 或者是《炸仙》 这些等于是 人为津津乐道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在1973年回到日本 又慢慢地做了大量的 将近400多种的这个版画 曹志明生他自己也就是一件艺术品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他在纽约的时候 在50年代 60年代的时候 在纽约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成为行为艺术的一员 他曾经把全身裸体的 在身上画的一个个原点 躺在一些他的软雕塑当中 我们说过他是诗人 他是小说家 他是艺术家 他也是服装设计师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自己本人出现的时候 他的假头发 他的身上的衣服是他自己设计的 都非常的恰到好处 把他自己变成一个艺术品 事实上社会大众对于草菅婆婆更加认识 应该是在2012年 我们这个精品的巨部LV 与她的合作 这个事件让全世界感到非常的兴奋 因为LV这一家精品大厂 利用草菅婆婆的很多精致的 这个经典的这个创作图案 来生产它的这个各项的精品 经由LV的这个强力放送 让很多以前对草菅婆婆 似懂非懂 似知非知的这些群众更加认知 然后让一些从来没听过的 开始认识她 那么这样的一个群众魅力 群众基础 让草菅婆婆的这个旋风 更是在全世界 引起了很大的回想 这一个南瓜 是她在1998年 带到台湾来 参加我举办的 国际树博览会那一次 带来的南瓜 这个是限量30件 这一件是第17件 底下签的 Yuyukusama 1998年 她带来的225公分直径的大南瓜 当时我们很想 把这一件留在台湾 让这个台湾的收藏家收藏 但是大家都觉得东西太大了 没有卖掉的情况之下 放了几个月之后 还给了这个日本 后来很多长家想起这件事情 都非常的后悔 在这一路收藏 一路认识的过程当中 越看越觉得好玩 越觉得有趣味性 我们今天来到朝代艺术中心 这是在台北 刚好呼应了这个 正在高雄市立美术馆展出的 草菊民生 梦我所梦的这个展览 也就是整个世界巡回展的台湾站 那么目前正在高雄展 但是呢 这次没谈妥的是没到台北来展 还好台北有一个 他的粉丝级的这个画廊 是朝代艺术中心 那么朝代艺术中心的负责人 刘中和先生呢 其实在我1998年 担任画廊协会秘书长的时候 那么他也是我们并肩作战的 当时我就草菊民生来 他也是非常的兴奋的 所以在当时他也开始收藏 草菊民生的作品 但是一发不可收拾 从这一次配合高雄市立美术馆展出的 这个同时 他在台北朝代艺术中心 展出草菊民生的歌 从2011年以后啊 这个草菊民生啊 他在欧美啊 就开始他一连串的回顾展 首先应该是在法国的庞碧度美术馆 继而在昆斯兰的美术馆 然后呢也在泰德美术馆 那么甚至到美国的惠特里美术馆 之后呢 又进行一连串的亚洲的这个巡回展 那我们盼望已久的这个 草菊民生婆婆的作品啊 也终于在2015年的这一年 今年啊 到达我们台湾来 事实上一路走来啊 我都很感谢我的太太 能够共同跟我参与 共同跟我商量 我们来追踪草菊民生的作品 另外呢 我们也很感谢我们背后啊 一些非常亲密的收藏家 他们一路信赖我们 支持我们 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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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